生肖蛇,破财的前五大预兆,不得不防。 现实生活中,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是有先见性、预见性的,就像下雨前肯定要有云彩一样,这其实是自然规律的一种体现。 人们的运气发展趋势其实也是有规律的,同样也是有先见性的。 以下讲的就是破财,败运前的一些不祥预兆,希望朋友们多关注和了解一些事物发展的规律,多点阴阳五行的理论知识,多留一点身边的五行变化,相信人人都会风生水起交好运的。 一,持续地打破物品,日常生活中,偶尔打破打碎个器具属于正常的突发事件,如果你在连续几天里面,你的常用物品,吉祥物,持续发生被打碎,摔碎,或间断性发生莫名其妙的损坏的,这个时间你就要注意了,预示会有不利的破财事件发生。 二,天将污秽之物于身,人在路上走,有鸟粪落在你头上,人在楼下,有垃圾污秽之物,降落你身上,无缘无故地被物体撞击,衣服被刮烂等等,这些都不是好兆头,预示有倒霉事情发生,要破财,人要低调防范。 三,鼻子破损,从面向的角度上讲,鼻子代表财路工,代表财富,如果你的鼻子不小心划伤,碰伤,或时不时地流点鼻血,表示你短时间有破财先兆。 如果你的鼻子长时间长满粉刺,暗窗之类的东西,比如人们常说的草莓鼻子,这个不好,预示你长时间财运不利或破财。 四,不祥的梦境,梦境也是人们先兆的第六感官,如果在梦境中,一直在黑暗不见光的环境里走出不来,或在泥泞的道路上,走得很累很累,没有尽头,或一直被一个人拖累着,放不下,或浑身的虫子在咬泥等,还有连续的天天噩梦不断,白天没有精神,预示未来不是好运,破财之事难免,运气胶着难受。 五,污水,乙虫进门厅,从风水理论上讲,门前厅堂,有污秽之物,表示晦气入门,需防倒霉和破财之事,另外,家里到处都是乙虫之物,也非家兆,需小心谨慎,防患于未然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,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,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国学大师说过,命由天定,福由心生,相随人变。你我的命,那是由老天注定的。 只不过,福气这种东西,往往跟我们的心有关。而相貌,那更是随着人之心灵的改变,而发生变化。 这世间最公平的一件事,那就是凡事都在发生变化,没有不变的一切,只有变幻莫测的现实。 比如说你的心态一变,那你整个人的姿态也会变得不一样。 明代有一位商人,名为王善。 他遇到了一位老者,老者说他相貌不好,有大祸临头。 这,让王善产生了尽快回家,不在外面耽搁的想法。 后来,王善在中途救了一位女子延迟回家的时间,可就是这一延迟救了王善的一条命。 自此之后,王善心怀善意,好运也来到他的身边,让他家庭幸福,安稳终老。 有些时候,我们所要改变的并非是外表的皮囊,而是内心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。 袁乐凡说过一句话,一切福田,不离方寸,从心而觅,感无不通。 你终究会明白,真正有贵相的人,往往有这几个特点。 真正有贵相的人,往往他是厚重。 据说,李鸿章引荐了三位壮士,给曾国藩认识。 曾国藩走进门口的时候扫了一眼,就知道谁堪当大任,谁只是碌碌小人。 李鸿章不解,老师都没有跟这三个人交谈过,为什么他就如此武断,知道谁是人才,谁是小人呢? 身为老师,看到学生的不解,曾国藩说了这么一句话, 左边那位一直低着头,特别老实,那他适合搞后勤。 而右边那一位,左孤右盼,眼如硕鼠,不过是谄媚之人,不可大用。 唯有中间那一位,他是厚重,气宇轩昂,乃国之注石,要好好培养。 多年过去了,曾国藩的话也成为了现实。 搞后勤的,依旧只能搞后勤,小人也只会溜须拍马。 而被曾国藩看中的那一位,便是刘明传,晚清名将之一,首任台湾巡抚。 真正能干大事的人,多半有着踏实做事,为人厚重的智慧,此乃人之贵相。 真正有贵相的人,往往虚怀弱骨。 老子说过,敦兮其弱骨,旷兮其弱骨。 一个人的品质,就该敦厚朴实,而一个人的心胸,就该空旷得如同山谷一般。 唯有这样,人才能立于江湖而不道。 这句话,被后人总结成一个词,虚怀弱骨。 人,为什么要虚怀如骨呢? 因为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,才华也是不够的。 如果我们不懂得谦卑,那我们就很容易碰钉子,走了歪路。 汉高祖刘邦在争夺天下之前,就是一个小混混而已,上不了台面。 同时,他也不懂得尊重别人,那股痞子之气让人感觉到厌恶。 只不过,在他逐鹿天下的时候,张良就跟他说了一番话, 大王要想胜过项羽,要想夺取天下,就得广大贤财,谦虚纳言。 后来,刘邦以谦卑的姿态招揽了众多人才, 那他自然就打败了刚愎自用且不可一世的项羽。 其实,一个人真正的福气,并非是个人的能力,而是个人的谦卑之心。 真正有贵向的人,都懂得有始有终。 至圣先师孔子说过, 时也命也,甚是善终,尽人事而听天命。 在孔子看来,做人有始有终,那是特别重要的。 尤其是善终二字,更是多数人的追求。 没有善终,又何谈人生无憾呢? 甚是善终,真的就这么难做到吗? 坚持很难,放弃很简单。 只能说,像人这种生物,多半只会三分钟热度, 又有谁能一直坚持下去呢? 江太公坚持要吊大鱼,刘备五次创业,但五次都失败, 最后还是熬出了头,司马懿被曹家冰封多年, 但他还是默默地积聚力量,等待一鸣惊人的那一天。 历史上的成功人物,多半有着坚韧不拔的态度和品质。 要知道,坚持,本就是反人性的。 只不过,如果我们通不过反人性这一关, 那我们何谈,成就一番事业呢? 更何况,人活着,就得有始有终, 无法坚持下去,终究是遗憾。 真正有贵向的人,往往懂得逆来顺受。 杭州灵隐寺内有这样一副对联, 人生哪能多如意,万事只求半尘心。 人活一世,怎么可能事事都顺遂心意呢? 对于人间的万般事,其实我们只需要做到半尘心就可以了。 完全称心如意,那是不可能的。 可是,做到半称心,更难。 人,宁可接受不如意的现实, 也很少会降低自己的需求和欲望。 有一位老板,年收入百万,可还是不满意,非要赚到一千万。 结果,就是他玩杠杆,把自己玩垮了,直接破产,一夜回到解放前。 为人处事的第一要义,就是有多大的头,就戴多大的帽子, 有多大的命格,就想多少的福气。 能够逆来顺受,能够接受不完美的现实,那他就幸福了。 人,因贪而质败,因不满而遇到更多的麻烦。 如此,接纳逆来顺受,那才是你我该有的勇气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